好 有民眾控訴呢 夜市內賣的這個東山鴨頭 亂算價錢 得到東西炸好之後 才告知價格 甚至連花乾都沒有標價 不過實際直擊這家店 這個花乾的價格 已經悄悄貼在牆壁上 油亮油亮的鴨頭鴨薄 再來點甜不辣豆干 好吃又不膩口的東山鴨頭 幾乎是老饕口袋名單 但現在這價格卻被說是 坐地喊價 老闆有問有答 看似沒有多大問題 只是看這些鴨系列品 像價格牌 幾乎都被滿滿的食物淹沒 一不小心這錢恐怕就飛了 之後民眾控訴 日前來這家東山鴨頭 買了兩隻鴨脖子 鴨碗花乾等 結帳才知道要價450元 質疑是不是價格太高 要兩三百 對啊 三百應該最多 三百 那他其實賣450 好像有點太貴 兩百多 有點偏貴 民眾直呼真的貴 因為在看看網路評價 期照不少網友指控店家 會亂算錢 甚至一次還多了一百多元 所有都有標價 唯獨蘭花乾 每標價格 六十二十二十 暫時四十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被指控亂開價 還是真的發現自己多收錢 實際直擊老闆一樣一樣 價錢報給你知道 是連網路上流傳消失的花乾價格 都瞧瞧張貼在牆壁上 觀光回溫 各大夜市逐漸重獲新生 人潮就是前潮 但這錢似乎往往不按排理出排 我都不敢買那種秤重 雖然很公平 可是單價好高 雖然好吃 但單價好高不敢買 湯圍也很貴 好像也要破百這樣子 有的要買一百塊的草莓都有 你自己要看清楚 我們是都有標 另外那個耳朵 一直賣一兩百都有 然後你看看什麼地方 他也都不標 這樣你就要小心一點 想在夜市 記起五藏廟 現在沒多帶幾張藍色鈔票 恐怕不行 畢竟荷包越瘦 肚子越飽 但這飽恐怕是 一肚子氣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